张作霖最疼爱的女儿 但是,我们印象中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张大帅,其实也有他怕的人,男的当属他的老上级赵尔逊,女的当属他的大女儿张首芳,关于张作霖与赵尔逊的故事笔者之前专门专门写过,张作霖当上国家元首后,仍对赵尔逊毕恭毕敬,被赵尔逊骂也绝不回口,张作霖对赵尔逊的怕,其实是源于感激与警重。 因为赵尔逊对他有治愈之恩,这是他身上非常令人尊敬的一种品质。 不忘本,除了赵尔逊,张作霖毕生最怕的就是他的女儿张首芳了。 张首芳,又名张冠领,他与张学良都是张作霖与元配夫人赵春贵所生。赵春贵在张作霖最穷困摇倒的时候嫁给了他,但却没能跟张作霖想,过半天赋就应年早逝了。 对于赵春贵的死,张作霖一直心存愧疚,如果不是他把元配扔在老家,很少货问,让他有病没前医治,他确实不会那么早就撒手人寰。 所以,在对赵春贵的愧疚影响下,张学良与张首芳成为张作霖最偏爱的一对儿女。 赵春贵死后,张作霖才把张学良与张首芳接到了身边亲自抚养。 赵春贵死的时候,张学良尚且年幼,而且是个男孩,今比较粗,所以他与父亲张作霖之间没有太多隔阂。 张首芳则不同,他已经长大懂事,又亲眼看着母亲病死,父亲不在身边,于是,他心底埋下了对张作霖深深的恨意。 张首芳为出嫁石京城顶罚甚至大骂父亲,他也是唯一敢当面甩脸,让张作霖下不到台的人,但张作霖每次都忍让他,他怕这个女儿,只因他做过对不起他们母女的事情。 张首芳长大后,张作霖将他许配给了黑龙江都军报贵亲的儿子鲍英林,这本来是一场最门当户队的婚姻,却最终以悲剧收场。 这是张作霖万万没想到的事情,张首芳被张作霖交惯坏了,是宠儿交习气很坏,所以过门后与丈夫感情一直不好。 鲍英林不喜欢张首芳,只是碍于张作霖的权势,不敢对他怎样。 1928年,张作霖惨死于黄孤屯事件,鲍英林闻讯后,立刻就修掉了张首芳,另许新人。 堂堂张作霖的掌上明珠,竟然成为继父,张首芳被修后,开始时还有弟弟张学良照应他的生活,可后来张学良也被囚禁。 张首芳便开始了半生的琉璃师所生活,直到建国后,张首芳才在中东里的照顾下得以安享余生。 1954年,一生漂泊的张首芳在北京病史,年仅56岁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